哈嘍 大家好 草莓妖です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次這個彩皮 新澤西它的強度究竟是多麼的BUG 首先第一個宏記就是彈幕 主爆發者百分之百一定會觸發彈幕 而且必定爆擊 開場後10秒也會觸發這個彈幕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獄裝填的概念 那這個彈幕很妙 它是一個操縱彈 配合一個榴彈 再配合平行子彈 操縱彈就是偷那個喬治亞的操縱彈 那那個榴彈呢就是偷這個維內托的這個榴彈 兩者的這個彈幕加起來 再加這個大氣的平行彈 太誇張了 而且這個角色還會爆擊 這個是太扯了 好 那回過頭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呢就是它主砲投射範圍縮小5 什麼是主砲投射範圍縮小5 我們之前有講過 因為這個主砲如果散射很多的話 比如說AOE的範圍很大 所以不算是精準打擊 算是這個範圍打擊 好 那驗戰也有這樣的效果 它把這個散射的這個面積變小 所以比較容易做到一個精準打擊 打單一滴的會比較有效的一個效果 所以驗戰已經驗證過這個機制 再來如果是其他隊伍的情況下 它還會在20秒之後支援這個彈幕 這跟屠左是一樣的 屠左可以支援額外 別的編隊有額外的這個彈幕 一樣是操縱彈配合平行彈的效果 再來就是旗艦BUFF BUFF這個航母的效果 再來第三技呢 是自強化 再加上這個百音的旗艦BUFF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那至於這些BUFF究竟有多少 我們直接看錶比較快 好的 我們從這張錶來看呢 新澤西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不用站在旗艦位置 也可以發展旗艦的BUFF 在前排可以提高前排的防空 跟減傷5% 那在主力方面呢 可以提高航母的航空值15% 那戰艦的火力10% 再來它自身也是一樣 只要場上存在一隻這個百音的船 它自身的火力還有裝填 都會獲得一個提升 所以火力提升15跟10%之外呢 因為這個旗艦BUFF本身也是百音的 所以它自己也吃得到這個10%的火力 所以它在場上有百音船的話 它有25%這個火力的一個加成 還有這個10%的裝點 所以它打得很快 打得很痛 這個就是它身為一個旗艦BUFF 非常可怕的地方 而且它不用站在旗艦位 彈幕也不吃旗艦位 還可以去協防其他隊伍 發展這個跨隊的彈幕 非常的誇張 雖然說用旗艦BUFF來相比的話 它可能跟其他陣營的旗艦BUFF 不是這麼的多 不過白鷹陣營本身自己的這個強度 美艘船的強度自身都已經很高了 都可以獨當一面 所以這些自強化技能再加上一點點輔助 基本上可以把白鷹整體的強度 又向上提升一個檔次 至於其他陣營的強度BUFF這麼強 那是因為本身他們自己的船 單一屬性本來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旗艦BUFF高的情況下 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平衡的發展 所以白鷹這樣子的一個旗艦BUFF 說實在已經算是很變態的 好 那既然星澤西是一個彩皮戰艦 我們就直接拿它來 跟另外一隻彩皮戰艦做對比 我們來拿大地來做對比 紅色是代表星澤西的參數 藍色代表大地的參數 所以在血量部分 大地稍微贏了 三百血量其實也沒有算很多 在火力方面 兩者之間沒有差太多 只差二其實不是顯著的差異 在對空方面的表現 星澤西直接是427 完全碾壓大地 427甚至超越了一些清巡的對空值 非常可怕 在迴避方面 星澤西有39的迴避 稍微贏了一些大地 所以在生存方面 稍微扳回來了一層 在裝填部分 白質星澤西有170 對比大地的157 這個是在裝填部分 所以這個影響到子武炮輪轉 裝填的時間打出來的DPS 可能會稍微差了一些些 不過技能還可以去cover 在幸運值的表現 大地基本上是零幸運 科研船都是這樣 再來 這個紐德西 西德西是有712的幸運 幸運可以影響到他的命中 跟他的一個生存 所以稍微又把生存又拉回來一些 命中又多了很多出來 其他的地方傳數 大概33節比30節 基本上我們也不會去看傳數 再來基礎命中 大地只有65 那星澤西有74 再加上之前他的幸運 所以星澤西在基礎命中 算是有明顯贏過大地的表現 在油耗部分 一個17一個19 大地油耗還比較貴 19 一樣都是彩皮戰艦 為什麼一個17一個19 那在主砲的效率方面 一個150 160 副砲的效率 211跟220 都差了10% 不過在對空武器方面 星澤西有130%對空效率 那這個大地只有100 普通戰艦大概就是100 不過這個星澤西是美國戰艦 所以對空值 對空效率都很高 所以用在這個需要對空的環境 非常的好用 所以整體而言我們這樣看下來 星澤西在白質的各方面表現 其實都不輸大地 生存其實沒有輸太多 加上有幸運值 所以基本上生存沒有輸 那火力表現方面也沒有輸 那剩下就是看他這個技能上面的一個表現 他們兩者算是走不同的路線 星澤西比較偏向是單體輸出 然後對空環境優勢的 那大地是比較偏向一樣 就是比較彈一點 然後比較範圍輸出 靠自身主砲的這個效率優勢 然後裝填跟暴擊 來去拼這個主砲傷害的一艘船 所以這兩艘船都很強 然後這樣整個講下來 這個星澤西跟大地都是非常強勢的角色 那應該有人會想說 那我究竟要帶誰出去會比較好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都是全部都帶 現在這個META 就是我們打這個大世界的META 主要就是以大地和奧還有這個約克公爵 來做增傷的動作 德瑞克、海倫納改還有這個增德來做成傷 所以這個是這一期的META 那下一次如果是打這個海倫納這個META的時候呢 輕甲所以我們可以換成大炮陣龍 那這邊我們可以替換的 可能可以把約克替換成我們現在這個星澤西 那這樣子出去打 換成流彈形式去打這個輕甲的話 大炮又是會非常的一個顯著 這兩隻彩皮 反正出去也不耗油 基本上這兩隻彩皮是劍神殺神 如果你有這個更有愛的話 想組美國戰隊的話 那這邊也是可以直接換成這個 美國戰隊的這個表現 主要就是大企業嘛 企業一定是最強的 然後配合愛賽 所以再配合這個瞭劍 這個我們的星澤西不用站在旗艦尾 那前面也有這個霸地魔 有最強的輸出 那配合這個航母的buff 那對空這兩隻非常的對空 而且非常的坦 所以你要做美國的陣龍 在門打對空 打12張打13張 這一套陣龍出去 基本上就是完全碾壓的啦 大風看到都要逃了 那這次活動呢 我們可以兌換一個彩炮MK7 那它的傷害究竟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以DPS而言 這個MK7已經是完完全全贏這個MK6了 在各方面表現來說 以加10的這個強度來說 所以DPS已經贏了 那後來本來在還出現彩炮之前 有一個科研主砲381 它在加13的情況下 也是確實可以贏這個MK6 因為這個紫皮的武器不能再強化加13 挺多就是加11 它有它的天花板 它有它的極限 所以我們之前會拿這個加13的金炮 來取代這個MK6 不過現在有出了一個彩炮MK7 我們也發現 加11的這個MK7 還可以贏加13的這個381 所以這個CP值最好就是 我們直接把MK7加11就好了 那這個加11彩炮呢 我們要花105的金彩 那加13的381金炮呢 我們要花120的金彩 中間的錢我們就不用去扣它 加13可能花的錢還要比較多 那我們只要加11的彩炮 花費相對比較少 而且傷害還比這個加13的金炮 來的更高的話 那顧名思義我們CP值最好的就是 我們這個MK7嘛 那有人會噴說它的強度可能不夠強 什麼之類的 我們來看一下活動取得難度 只要花1萬點取得難度相對很簡單 我們不像我們那個457 我們農了一年可能還沒有一把 所以取得上面的這個難度 當然會決定間接決定它的一個強度 再來強化金彩 可能現在金彩沒有那麼多 不過未來你農了一年之後 大世界每天都在打 最後你的金彩一定會比較多 要加13絕對不會是難事 總比你去農一把這個457 來的有效率多了 所以這把MK7 就是目前現在 流彈主炮的最高指標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它 最後的裝備推薦 首先如果你是要 主要是打彈幕傷害 因為它彈幕很痛 會爆擊 所以你可以用大地炮 來取得這個攻速比較快的彈幕 那一樣的概念 我們可以用打中中甲的話 可以用這個457來打中中甲 那如果是你要配合20秒海馬軸的話 原本這個406NK7就可以配合20秒的海馬軸 或者是要打中中甲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香檳炮來對20秒的海馬軸 還蠻方便的 所以還蠻多元的 那設備方面直接上黑白彈了 因為它基本上它幸運很高 命中也很高 所以它不缺命中 黑白彈最高它的火力就對了 那對空方面呢 其實可以選這個三起這個六連波浮石 130%的這個效率 加上我們剛才看到它基礎的對空 已經400多 它已經超越一般的清巡很多了 它打對空非常的強勢 這隻角色它還蠻多元 它可以配合不同的情況 來做不同的裝備的選擇 好啦以上是針對這次白鷹彩戰劍 新澤西的一個基本介紹 我花了蠻多的篇幅來介紹它 來介紹它的定位 還跟這個大帝做比較 希望你能夠了解它 它的是一個使用的情況 它的一個配對的一個方式 還蠻多元的 把它跟大帝綁在一起出去 簡直就是很擋殺人 佛擋殺佛 那剩下本集新增的這些船呢 我後面會一併做介紹 那敬請期待 那留問題的話 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妹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prechen 可聽 臍